是否一定要建网站 并不是所有的联盟申请都需要网站 比如wordpress.com就不需要 但毕竟很大一部分联盟在申请的时候还是需要的 而且有网站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通过自己的网站推广产品 具有长效性和持久性 网站可以成为重要的品牌和资产 是联署营销必备技能 除了通过SBO从搜索引擎获得流量 网站获得流量的方法非常丰富 流量做起来收入更加稳定和长久 网站可以实现很多独有功能 例如通过RM收集邮件名单 制作登录页等 建网站其实并不如你想象中的男 其实按照我教的方法 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WordPress建站的三个步骤 建立一个WordPress网站很简单 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域名和空间 第一步注册一个域名 域名也就是你的网站在互联网上的名字 一般选择.com后缀的域名 第二步购买一个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是用来存储你的网站 并把它发布到互联网去 你也可以在空间储存文件 视频和图片等等 第三步 安装WordPress WordPress是最简单易用的网站程序 全球接近40%的网站都是用这个免费的程序 实际上 这三个步骤还可以再精简 只需要购买WordPress主机 可以得到一个免费域名 就可以一键自动安装WordPress 下面详解 WordPress是老牌的美国主机 十几年的口碑 稳定性 速度 服务水准很高 总之相比其他的杂牌要靠谱很多 对新手很适用 首先去到官方网站www.blayhouse.com 点击开始注册 选择你的主机方案 如果你只需要建一个站 就需要VSWIT计划 对一般新手来说也够了 就是每月3.95美元 点击SWIT继续 你如果没有域名 则选择左边注册一个 blayhouse免费赠送 关于域名一般选择 con 尽量简短 包含你的网站主题的关键词 比如你做DropTraining主题 那么就注册大概 DropTraining.con 之类 不行就在关键词后面加数字 例如DropTraining101.con 现在短域名很难有了 自己多试试关键词组合 填写好域名信息后 点击 Nice 接下来需要填写账单信息和选择主机方案 填写汉语拼音就可以了 不能输入汉字 电子邮箱要确保正确 下面的内容是选择付费方案 选择的时间越长就越便宜 下面的哪些packant byster都不要选择 接下来是付款信息 可以用双币信用卡 输入卡号 到期日期 和背面的333数字 如果有PayPal 就用PayPal付款 其实就算是信用卡 付款也是很安全的 我在此类网站消费十几年了 从无问题 填写完信息 以后点击 Nice 进入下一步 如果是信用卡付款 到这里就购买成功了 不久就会收到开通信息 如果是PayPal付款 会进入PayPal页面 输入PayPal的账号和密码 点击确认 就付款成功了 不久你的邮箱 就会收到PayPal 发送的关于账号的信息 PayPal自动安装 WordPress 第一步 登录到PayPal后台 MyPayPal.com 找到website栏 点击Info WordPress 安装 WordPress 接下来会跳转 到一个叫Moto WordPress 的地方 这是PayPal的软件安装市场 点击Info WordPress 进入下一步 选择要安装的域名 和安装的位置 选择默认的根目录 选好之后点击 Check 进行安装 等待一小会 就安装好了 会看到你的网站的后台 登录信息 复制到记事本保存下来 以后使用更方便 这次 在安装的过程中 如果弹出任何其他推广插件 或者主题的 都不要选择 因为这是主题商的 一种推广策略 是收费的 不要理会 你的网站就是 管理后台 现在你的网站就可以访问了 因为默认的模板非常简单 因此 你安装好 WordPress 后 可以登录后台 做一些基础的设置 更换模板 安装一些必要的插件 和增加网站内容 你首要做的 是把 WordPress 的网站标题 改为你的立即相关的 例如你的网站 是做户外运动设备的 那么可以改为 I'll find your review 之类 记得最好 要包含你的主关键词 Chack-on 是副标题 或者宣传语之类 可以不填 设置永久链接格式 就是文章的链接形式 建议选择第三个 Mountain-in 的形式 网址中 含有文章的关键词 有利于 SEO 搜索引擎优化 点击左侧栏的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模板主题 可以点击下面的一个大家好 开始进入模板选择 也可以从本地电脑上传 Wordpress 模板网络上的资源很多 Wordpress 提供很多的免费模板 并提供了各种分类 例如特色 流行 最新的等 你可以鼠标 放在你希望查看的模板上面 预览 或者点击 Infoil 直接安装 在左侧的栏目里面 选择Post 然后点击Admin 即可以增加文章 编辑器很简单 按照提示操作 就可以了 点击Publish文章 就可以发布了 一个完整的立即网站 最少都要包含二三十篇文章 而且定期更新也很重要 文章来源 英文好 自己写 改写委员创别人的文章 Chop 委员创工具有 366.word.com 366.sfonywriter.com 翻译同主题的中文 文章成英文 花钱找人写 一般每篇5至7美元 很多大牛都是这种方式 靠谱的网站 fonywriter.com 366.freelancer.com 参考网站 都是Wordpoint搭建的 htps fonywriter.com 立即市场 范围很广 各种工具 电子产品 英童 户外等等 内容是写各种深度的评测文章 帮助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 这个建立5年的网站 一共赚了3000万美金 纽约时报有报道过 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 Amazon associate locius list.com 立即市场 婴儿用品 各种婴儿用品的评测 和购物指南 提供免费的电子书 通过以 mail订阅 来维系更多的读者 做英文连署营销的 都知道 主要的收入来源 也是Amazon联盟 这次 关于Wordpress建站 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 都要非常多的现成资源 自己多研究实践 基本上你能遇到的问题 都能在网上搜索到解决方法 罗马不是一天 现成的 做任何事情 都需要付出和投入 要坚持 输出有价值的内容 要有耐心 不要急于求成 要善于利用外包 有些你不会的 宁愿花一些小钱 让专业的人帮你做 也好过自己 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多研究别人 怎么做的 复制别人成功的方法